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消费者都痛恨三聚情案 痛恨瘦肉精 但是无中生有的谎言 难道不同样是三聚情案瘦肉精吗 好 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 本周一 2012至2015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这是继中国2009年首次制定并实施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以来 发布的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同此前第一份两年计划相比 这份为期四年由国新办和外交部牵头 还有多达56个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人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制定的新计划 对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也通过制定一些指标性和可评估的内容 使其更具操作性 舆论普遍关注到 这份计划特别注重回应食品安全 收入分配 保障房建设 教育资源 甚至空气质量 性别歧视 家庭暴力等等 公众最关心 最直接 也最现实的权利和利益问题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份计划中 还特别新增了实施和监督一章 其中强调 注重发挥社会组织 在人权保障中的建设性作用 鼓励新闻媒体在行动计划的宣传 实施和监督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有评论称 这份新计划 对于公众而言 是一份权利保障的清单 而对政府部门来说 更应是一份 庄严的人权保障的承诺书 围绕钓鱼岛 日本近来动作频频 周日 120多名日本人乘坐14艘渔船 在钓鱼岛海域 进行所谓的钓鱼比赛 其中 6名日本国会议员 还对钓鱼岛进行了摄影 隔海试茶和渔业资源调查 整个活动都由日本海上保安厅的 大型巡视船全程护航 次日 日本国会举行听证会 讨论所谓的购买钓鱼岛问题 日本东京都知识 石元圣太郎声称 东京都已经准备好船只 在最近一段时间 赴钓鱼岛进行调查 以估算买岛价格 以及进行其他相关数据的收集 他还扬言 要在今年内买下钓鱼岛 而本周曾表示反对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 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 也遭到日本外向的警告 和一些日本政客的群企攻击 从石元圣太郎高调宣布 所谓购岛计划 设立捐款账户募集资金 到提交法案 国会质询 议员视察 再到本周目的招然落街的垂钓大赛 在石元圣太郎的购岛闹剧背后 值得警惕的是 日本政府从企图默不作声的私下纵容 如今已经发展到半公开的加以配合和支持 日方任何单方面的举动 都是非法和无效 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要求日方立即停止 制造新的事端 闹剧 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谢亚龙 南勇被判十年六个月 没收二十万元 上海中原俱乐部退役球员深思被判六年 齐鸿 江金 李明被判五年六个月 本周三 在辽宁四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七起足坛腐败系列案一审判决 从中国足球管理机构的最高层 到国家男足领队 著名球员 再到俱乐部主管 足球产业公司总经理 十一名昔日曾风云一时的足坛巨头 最终因受贿 行贿 贪污等罪行 深陷淋雨 获刑最高者将入狱十五年 如今随着案件宣判 始于2009年的中国足球 扫赌打黑风暴 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调查审理后 终于暂告一个段落 然而 公众更期待这场 旷日持久的司法大审判 能够成为中国足球触底反弹的机会 带来真正重生的希望 空气污染是目前中国的大问题 说到是什么导致空气污染的 大家都会说汽车尾气 工业超标排放等等 但是今天还要再加上个污染元凶 那就是田间地头烧的街杆 有这么严重吗 近半个月来 从湖北到江苏 从河南到安徽 人们都深受街杆焚烧之苦 武汉 南京等城市 都出现了严重的黄色天气 闭日的悲惨场景 平日里 PM2.5最高限值是每立方米75微克 但是本周 很多城市超最高限值 还将近十倍 达到了每立方米700微克以上 这还了得 中国人黄皮肤是应该的 但是土黄色的空气 那就太糟糕了 烧结杆起到了这么大作用吗 农民为抢时间种地 不烧结杆又能怎样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 关注用火烧出的污染 从昨天晚上两点开始到现在 已经封路将近九个小时了 大雾天气严重影响了 这里车辆的正常通行 在这边滞留多长时间 从昨天晚上三点钟开始 等到现在 大高就都封掉了 对对对 这什么回事 这个是有大雾天气 大雾天气不能走啊 对对对 哦 好 我大概晚上六点钟 从家里出来 看到天空就朦胧胧的 也不知道是雾气 还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气体有毒 可能会对人体有害 九九年开展空气质量日报以来 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 在同等气象 还没发现这样的 本周雾霾天气从北向南快速推进 短短几天内席卷了安徽 江西湖北等多个地区 南京的天空变成蜡黄天 市区能见度很差 河肥天空雾气弥漫 粉尘颗粒漫天 安徽频遭雾霾天气 其中肥溪县迎来入夏以来最大一场雾 上海持续三天污染指数超标 浦东机场大量航班延误 四川长都变成了雾都 空中和路面交通受阻严重 自行车比赛也被迫在这一片迷雾中举行 能见度比较低 就那个心里和喉咙都不怎么舒服 感觉天气比较雾比较大 然后感觉骑车的心情稍微有一天不太好了 如此急中爆发的雾霾天气让市民们很担心 江城武汉从11号本周一开始大雾迷城 最严重时城区PM2.5值超过国家正常标准的六倍度 能见度极低 航路运输一度中断 当地环保部门的监测结果显示 11号本周一是武汉市近十年来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一天 很快房间传闻使化工厂爆炸 氯气泄漏 引起市民恐慌 本周二湖北省环保厅表示 此次空气异常排除工业污染事件 初步分析是周边部分省份接杆燃烧所致 在江苏安徽等地出现的雾霾天气中 各地环保部门无一例外的解释称 恶劣的天气与大范围焚烧接杆有关 焚烧接杆不仅会在短时间内造成空气急剧污染 而且很容易与水汽形成雾霾 随风飘逸 形成污染带 6月9号晚上 受沿线接杆焚烧影响 凝落高速安徽蒙城段发生连环追尾事故 造成11人死亡 59人受伤 事发后 境内多条高速公路路路口 因烟雾暂时封闭 12号 国家环保部发布全国接杆焚烧 分布摇杆监测结果显示 11号一天 就发现安徽 河北 河南 江苏 辽宁 内蒙古 山东 山西 天津等省市的接杆焚烧火点 503个 每年6月和10月 接杆焚烧导致的大雾都会笼罩各省 而今年新实行的PM2.5监测 更是让公众对污染的程度 有更直观的感受 南京市环保局网站9号发布的 实时空气质量信息显示 傍晚8时 PM10指数达到478 PM2.5在PM10中占比达90%为重污染级别 在全国120个城市中倒数第一 12号 杭州地区PM2.5也突破了每立方米0.150毫克 是国家标准的两倍 也是杭州公布PM2.5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每当沦沦瓦收获季节的时候 很多这个急感 由于我们国家没有充分低重 那么由于农民它消化不了 它焚烧又带来很严重的环境问题 所以说既是新闻又是旧闻 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 这个问题可能一直会存在 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 在焚烧结杆的旺季 人们听到了这样不幸的消息 在高速公路上 由于焚烧结杆造成能见度太低 出现了多车追尾事故 导致11人死亡 由此可见 火烧结杆弄出的污染 不仅可以慢性置人于死地 还可以直接立即杀人 面对如此糟糕的后果 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禁和堵 以至于每到这个时候 相关地区的政府都是严防死守 像山东几宁就放出狠话 一旦发现烧结杆的现象 乡镇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 这也成了一票否决的项目 那么如此严厉的禁和堵 为啥效果还不那么好呢 本周一南京笼罩在一片辉煌中 陷入了当地人所说的黄泥天 根据监测 污染水平一度达到重度污染 南京继成都之后 荣登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榜首 而在南京周围 不少农田里的村民们正忙着焚烧街杆 在南京陆河区的八百桥镇 记者就见到了一处农田 正在大面积焚烧街杆 郭阿婆说 外子收了种水稻就那么几天时间 这是农民们最忙的时候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 郭阿婆也知道烧街杆不好 可是又是抢收又是抢种的 家里的孩子又都进城打工了 她和老伴实在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街杆 梁大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承包着一百二十亩田 用了三万七千五百元钱 今年小麦收成不好 除去柴油 人工 肥料等钱 几乎赚不了多少 如果每天还要花钱 请英人专门回收街杆的话 就得赔钱了 所以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在田头放把火 其实 净烧街杆的话题 在中国一点都不新鲜 各级政府推这个问题也显得非常重视 文件年年发 有些地方甚至专门成立街杆办 组成巡逻队 但街杆仍然年年烧 每年都周而复始地在这个季节 用极端的天气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使责一号 你这个一把手敏制一号 这个都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并费为宝 其实 街杆的用途不少 加工成燃气 饲料 用来造纸等等 在南京市江宁区 就设有很多专门的街杆气化站 利用街杆为原料 生产一氧化碳等可燃性气体供应 按道理说 这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 可这些街杆气化站 却大门紧锁 据了解 街杆气化是2008年由江苏省农业厅 财政厅牵头实施的项目 总投资高达数千万元 在南京江宁区就有街杆气化站50家 但目前已经处于半停摆状态 有十多家气化站关停 主要问题就是 集中在街杆回收率较低 运营成本与收益无法平衡等方面 由于政府只是负责投资建造企划站 没有明确企划站移交后的经营经费 从哪里来 一些社区为了维持企划站运转 每年要额外支付4万多元的费用 高额的运作成本 低额的经济回报 导致其入不敷出 企划站如今只能成为一个摆设 项目一结束了 往往资金就淡掉了 一旦资金淡掉了 地方又拿不出型来 而市场又没有完全成熟起来 自身的这个问题又没有解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急赶乱这一种再利用的这种项目 往往就会半途而废 像这样被半途而废的接杆 再利用项目 还有80年代在四川地区 极其普及的沼气项目 当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合作项目结束后 这个能解决大部分接杆的 找气池 由于没有了政府的 大力支持 缺少资金 缺少技术 让农民慢慢填平了沼气池 又重新开始焚烧接杆了 焚烧接杆问题看似简单 却成了对政府行政能力的 一次考验 浸和赌也许是应该的 但谁都知道 仅仅用浸和赌作用不会很大 还会激发干部和百姓之间的矛盾 想想看 下收结束 农民要抢时间种下一波粮食 田地上堆积如山的接杆 不处理又怎么能行呢 一味的近 他们把接杆弄到哪儿去呢 对了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接杆如果有了不用烧的去处 问题不就好办多了吗 在今年 江苏的虽宁也深受空气变坏的影响 但从国家环保部的卫星摇杆监测看 虽宁县纯属是被别人害的 因为他们县从2008年到现在 四年的时间没发现一个火点 那好了 作为一个拥有一百五十多万亩农田的农业大县 虽宁怎么做到杰森字号的呢 本周就在各地焚烧街杆 防不胜防的时候 我们在江苏省虽宁县看到的 去世农民主动把街杆 送到加工厂出售 一亩地出产三五百斤街杆 按照每吨120元的价格卖给这个加工企业 农民拿到的钱基本能抵消雇佣大型收割机的费用 再通过街杆打捆和固化成型 企业生产的产品最终去向就是附近的发电厂 目前为止呢 我们在国家也没有储态政策 对这个解割呢 进行用电上给予特殊的政策 说呢 导致呢 这个解割加工过程当中 它的成本主要是用电 由于用电的电价高 它的成本就高 当然如果成本高 它的利润空间很小的话 就没有更高的集结性 来加工更多的接杆 在虽宁全县共有30家这样的接杆加工企业 类似规模比较大的19家 按照现行政策 他们的用电属于工业生产用电 白天风电约每度1.4元 晚上股电每度不到0.4元 因此企业往往选择白天休息 晚上开工 为了呢 促进企业的规模化生产 也就是让它 让这个企业呢 吃饱开足 来加工更多的解割 这个我们呢 采取了一种扶持政策 重点是根据它的审传轨目 来进行继续扶持 我们是对他们的企业呢 进行用电补铁 我们算了一下这个账 他们蛮符合的 全天后的审传 我们有200万左右的 这个电价补铁 就够了 学农业出身的宋庆科 很坦然的告诉我们 对风电用量每度电三毛钱的财政补贴 其实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企业的成本压力 但没有国家的扶持政策 和上级的配套资金 作为县级政府 也只能是有多少能力 做多少事 而对于拥有150多万亩农田的 产粮大县虽宁来说 每年产生的各种街杆 约85万吨 街杆综合利用的形式 也不止这一种 一家大型食用菌培育基地 同样也在变费为宝 因为用来培育食用菌 企业对街杆的要求比较高 不能有霉变 还要色泽金黄 相应的收购价格 也就比街杆加工企业高了两三倍 而他们生产的杏鲍菇和双包菇 可以做到每天出菇 年利润能达到两千万以上 杏鲍金黄这方面 我们采取的做法是都属结合 一属为主 政府要给一种制造 要给农民 要有一种帮助 这叫政府引路 工作的措施 总和的措施到位了 它的结果就会有出路 最后得到的结果 企业有财路 这个农民有小路 从2008年至今 每年拿出约一千万财政资金 对各类接杆利用进行补贴的 虽宁县 已经做到了 连续几年不点一处火 不冒一处烟 接杆生产沼气 接杆混合饲料 补贴收割机 加装接杆粉碎机 直接进行接杆还田 虽宁县几乎拥有发达国家 对于接杆利用的各种形式 而在他周边的县市 却依然是浓烟滚滚 从拍摄于6月10号的这张照片 可以看出 下了大力气引导接杆 综合利用的虽宁 最终也要无奈面对空气污浊的现实 如果不能全国一盘起 整治接杆焚烧 又该让一个县级政府 付出多大努力 去坚持自己的决心呢 那么要解决这个农业这个问题 政府呢 必须要有系统的 依蓝的长久的解决方法 尤其我们国家 未来我们的这个粮食生产 还有其他这个轮作物生产 越来越先专业化 规模化集中 这种知识呢 会越来越明显 什么多的极杆 它只能够再利用 只能够它有下游的企业 或者有这个收购主体 把它呢 承接下来 这个是摆在我们国家里面呢 尤其是中央政策 制定 执行 完善 折托主的呢 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赌有输 烧结杆 导致的空气污染就会减少 但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可以放心了吗 换个角度去想问题 过去农民也烧结杆 为何不如现在这般后果严重呢 是不是平时城市及周边 空气污染已经很糟糕了 再一烧结杆 就变成了压死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呢 这么想 不烧结杆的也难以做到万事大吉啊 还有 过去结杆有很多农民身边的实际用途 比如说进找汽池 但是现在还有多少找汽池存在呢 我们好像现代化了 但是我们进步了吗 周五 在韩国冀州岛地方法院 随着首起中国渔民 状告韩国海警的诉讼案开庭审理 浙江泰州40岁的船主颜可卿 终于在他跨国维权的道路上 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五个月前 在所谓的韩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缘 严可卿的一艘渔船上 13名中国船员遭到韩国海警野蛮殴打 五人伤势严重 其中三名船员当场昏迷 此外 还被判缴纳约合48万元人民币的巨额法金 虽然是跨国纠纷 而且面对的是韩国的权力部门 但为了讨回尊严和公道 觉得太不服气的严可卿 宁可放下生意 亏损严重 也要通过法律进行维权 而在此之前 此类纠纷大多是通过外交途径 或者船主甘愿缴纳法金来平息纷争 如今 严可卿已经为这场官司支付了30多万元 他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 提醒韩国海警 今后理性对待中国渔民 当号称投资千万 被列入宁波文化精品工程的动画电影 七级光英雄段 还在因其画面简单粗糙 人物僵硬单一等硬伤 饱受刷新底线 忽悠观众的舆论恶评时 80后女孩田梦和几个同伴决定 要用自己的作品 打一场看不见狼烟的仗 修形象 调动作 加表情 不放过一个剪影和戏文 三天时间 六个年轻人比对着预告片的内容 感知出了一个 想要证明宁波动画制作真实水平的3D版本 而最终逼真的毛发效果 表情能油分转忧 热泪盈眶的生动形象 也让他们收获了不少褒奖 不过比起那个花费千万大制作 这个被称作给了劣质动画 和一千两百万一个响亮耳光的作品 制作成本也的确不低 因为除了一箱泡面 几袋咖啡和半包A4纸 更有几颗真正肯为中国动画付出努力的心 本周一份被媒体曝光的保证书 让已被积压11年的李怀亮备受关注 由于缺少过应证据 不能如愿严惩被告的被害人亲属多次上访 甚至屡屡扬言要自杀 而为了缓解其过激情绪 并签署一份不上访的保证书 河南省平顶山中院一名法官 居然向他承诺 尽量判处李怀亮死刑 11年积压 七审三判 两次被河南省高院发回重审 如今仍在等待第四次判决的李怀亮 或许难以理解 如此漫长的等待背后 难道只是因为这一纸保证书 虽然平顶山中院回应称 这份保证书是被害人亲属的单方面诉求 然而面对已被超期积压十余年的李怀亮 公众的疑问是 司法机关需要保证的到底是什么 本周经过几天的治疗调养 80后的农村留守妇女彭伟平 和肚子里的双胞胎宝宝 终于平安脱险 十天前 在安徽省临毕县的张厂村 一生小孩的呼救 让已经怀孕六个半月的彭伟平 气喘吁吁地跑到几十米外的水塘 当她看到一个两岁的落水女孩 正在水中扑腾 这个有些怕水不会游泳的准妈妈 把鞋子一脱闭上眼就跳了下去 顾不上脚被扎伤 彭伟平奋力抓住了孩子 连梯带抓 靠到了水塘边上 可抱着孩子的她 几次都没能爬上坡 于是就站在水里拖住孩子 让孩子头朝下的吐出了水 孩子得救了 可在又脏又冷的水里 彭伟平足足待了十几分钟 当村民们把她拽上岸时 浑身发抖 脸色惨白的彭伟平 已经没有了一点力气 在台湾的慈忌团队当中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社会上的恶不会一夜之间消失 那我们选择的是扩大善 一旦善足够大了 恶的空间不就小多了吗 看了本周人物回顾 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于不令人满意的事 或社会风气应该批评 但是更该行动 发现有1200万投资的动画片 所做的预告片很烂 不满足于在网上一吐口水的宣泄 而是做一个真正很棒的东西 这行动很给力 看到了小孩落水不是旁观 而是下水救人 哪怕已经怀孕了六个多月 这行动是勇敢 同时也是更有力的批评 好了 组计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 有人说社会风气太差 好人越来越少 他或者他们听到了也都沉默 但是遇到了有人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 他们迅速出手 我弟弟要怀疑 你为什么要说呢 不倡库那个人的弟弟 他一进来就看见上面那个 有个小孩吊着了 肯定会一直吸吗 你那个脖子吊着 人家有一段时间 好像在挣扎 然后后来又没有挣扎 两个手是谁下去的 本周许多人 已经通过媒体看到过这一幕 画面中的黄衣男子周冲 也成为了媒体热捧的英雄 黄衣哥 托举哥 亦或最美路人 在这些称号的背后 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位于受困女童下方的潘阿婆家 在事发当天成了救援主战场 交集的邻居们聚集在这里 想去救小女孩 他们前面有几个人 都在那个窗口那边 可能因为个子太大了 方向就穿不上去 我看一下 如果我正好 我说那个个子能 钻出去的话 那那个从那个东西 钻上去 刚开始那个 有一个小学的老师 就也想上去帮忙 但他怕那个栏杆受不了 就他一个人上去后来 他就有一个抱着他的腰 抱着他的脚 他就很害怕东西 大家都很怕 这就是那一刻 现场所有人的真实反应 人们既怕小女孩被卡窒息 也怕他掉下去 更怕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周冲 跟着掉落 住在三楼的钟红星 从防盗窗伸出手去 紧紧地抱住了周冲 要确保救援的也不用受伤 被救援的也不用受伤 是这样的吗 如果受伤 听不好了这个 到现场以后 我就问周围的群众 为什么四楼没有人 他们反映 四楼家长不在家 没有人在家 打不开狂欢 这时 我说我是警察 马上破开四楼的门 有事我负责 邱仁贤是主管这一地段的 交警中队副中队长 周冲爬出三楼窗户不久 邱仁贤就赶到了现场 并指挥接下来的救援工作 这是邱仁贤随身携带的警用记录仪拍下的画面 在三楼潘阿婆家 他先指挥邻居们制作了一根安全带 绑在周冲的腰上 随后又上到小女孩家所在的四楼 我就迅速和群众上四楼 将门强行抛开 我们拿水水把那个手下把它砸开 砸开的话就砸了大约时隔三到四分钟 就砸不开 心情肯定很急着动 担心小孩子撑不住了 在上面吊住 砸了那个铁片 有事人根本没注意了 就直接拿手去搬那个铁片 就把手刮去悬出来了 说实话当时我也着急砸 因为在下面看那个小孩快不行了 所以在那扎那门扎着 扎着扎着还是扎不开 就很紧张 那时候我腿都在发抖 才下来拿那个切割机 那时候很害怕 那门扎不开 那门太好了 所以只能用那个手磨机 刚才那个电机把它割开 在小区做装修的杨师傅 也是救援的关键人物 是他拿来的切割机 切开了防盗门 又切开了困住小女孩的花架 我们知道多往前面跑吗 那个杨在上面跑吗 跑过去了 他们就 他爷爷刚好也回来了 他爷爷就抱住他的双血 然后下面那个头就拿到房间 说你们看 我没力气撑 他说我撑不住了 他说你们看他抱住脚 我问他能不能抱住 他说他脚已经很累了 后来就旁边的人 就把他小孩的抱住 我们就把他切开 就把小孩的抱住了 小女孩获救后 被赶来的救护车送去医院检查 幸运的是 孩子只是受到了惊吓 没有明显外伤 事后 广州媒体通过小区的监控录像 找到了爬窗救人的周冲 而同样在这段视频中也可以看到 在周冲到来之前 发现女孩遇险的邻居们 已经在想办法救援了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伸手去接孩子 那是第一步 没有其他的方式 能不能先用手机接一下 能不能快接过这个救护车 这个东西没有去考虑 那么多方式 不可能说你自己在那里 立即要撤走 那些人的本能 不是学习你们电视上 说我这么高的境界 自然的一些 我们几个坐在那里 鞋都没脚 立即就跑出来了 我们正面就拿了一个被子出去 当时楼底下就围了挺多人了 然后没人抓了一个脚 我们一个清洁工就马上跑去 就拿两张床垫 两公婆一人一张 这样掉下去 再看看 咦 它跌不下来 那时候才跑上跑下去 就是打算捂回来 这种事情 众人的努力 终于令三岁的孩子平安获救 本周托举哥周冲 进京接受表彰 还得到了去两家大企业 做电焊工的机会 被困的女孩 琪琪又开始上幼儿园 她的爸妈也暂时放下生意 赶回家照顾她和姐姐 那天外公出门买糖 把琪琪交给姐姐看管 贪玩的小姐姐随后也出了门 才导致险情发生 爸爸妈妈已经跟琪琪保证 以后不会将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了 而居住在宜东院小区的街坊们 在经历了一番媒体的狂轰乱炸后 在本周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其实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了 其实热心的人还是很多 平时都没怎么在意 都忙碌着一些工作 做一件好事是很快乐的 说实话 那小孩的勤听 他爸还抱着他从这经过 他对我笑的 起码现在见到他还开心了自己 中国很大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每天都有人做着托举的事 被网络和媒体放大了的 就成了托举哥 发现托举哥的意义在于 让我们少一些道德的焦虑 知道善良是中国人血液中的DNA 从不缺少 到处都有 因此夸赞托举哥 也该还原他是个平凡的人 这种现实 他如你我一样 可千万别在宣传中去造神 让这样的举手之劳 显得很难很伟大 于是普通人都无法跟随了 农民工讨工资 引发社会的关注 已经有十多年了 但问题依然此起彼伏 于是让农民工兄弟 想出更多的招 为自己讨工资 从跳楼到跳桥 从找媒体到找总理 最新的创意是 跑到了古人的墓前跪拜 一些农民工代表 为讨回在河南 洛阳洛宁县打工的工钱 他们到洛阳一川县 写过岳阳楼记的 范仲淹墓前跪拜 并扯起了 求范工显灵 让洛宁还民工血汗钱的字样 范工不一定显灵 但有关老板和相关部门的人士 可否先背一遍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样的千古名句 然后在自己拿钱之前 先把农民工的血汗钱给解决了呢 好 接下来看看本周 还有其他哪些特性 又是昨天跟我发生那个 抹杀那个 那个尸体 就去接掌 里面掌过来 他就往左一把方向 第一把方向掌过来 再接住第二把方向又来了 在东莞 两辆载着乘客的公交车 在行驶中上演了惊魂一幕 公交车发生对撞 乘客吓得尿了裤子 坐在第三排的乘客老刘说 那天他乘坐十路车 从东莞去深圳 行驶中一辆A路公交车 突然迎头撞来 十路车司机猛打方向 却避之不及 被连续猛撞两次 当时大家都以为 公交车要翻车了 我们车上四十几个人 大喊大叫 门都吓不来 不是吓得吓得 有些女孩子吓得又哭了 到时见到那里 撞了撞了 也跌着就接到这里 撞过来 驾驶十路公交车的 弹性司机相当兴奋 指责A路车司机 故意找茬 因为就在前一天 弹司机在便道时 曾和A路车 发生轻微关系 我就便道 他就从后面 故意葬来 当时他说要我赔钱 然后他说 他那个姓黄的经理说 他说一分钱不赔 没事 我明天就葬你的车 公交车故意上演 对撞戏码 难道真的只为司机斗气 在东莞 这样的惊险场面 竟然已经屡次上演 据统计 5月28号至今十来天 A路车和十路车 就发生了四次撞车事故 你觉得他为什么 要撞你们的车呢 就是他车多 我们车少嘛 撞了车扣车 扣了车 他也有一个人跑嘛 我们车停着 他们是多少台车 他们三十台车 三十二台车 你们呢 我们这十台车 谭师傅一语道破 原来十路车和A路车 都是从东莞发往深圳的 长济客车 运营线路几乎完全重底 竞争拉客 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当记者前往 A路公交车公司了解情况时 A路车负责人也大到苦水 说他们的司机 在路上多次被十路车司机殴打 并有监控视频为证 一个竞争拉客 引发一些正常的事故之后 就是因为有些老板在后面 可能支持了司机的行为 出现了上车打人 把这些事引发出来了 双方互相指责甚至大打出手 果然是素有机缘 只是谁都没想起过 还有乘客这回事 于是在东莞到深圳之间的 长济公路上 十路和A路经常莫名其妙上演起 生死时速 司机间的斗气撕打 甚至是两车故意对撞 公交车被开成了胖胖车 有别有用心的看到我 可能车辆多 在那里就说一些不符合实际的 有针对性伤害我 这个跨车意识的 杭州有最美司机吴斌 用生命守护乘客安全 东莞却有最大胆司机 将乘客安全视为儿戏 公交车故意对撞 索性结果有惊无险 但这种别具一格的心跳 乘客却玩不起 事实上在当地 石路车和A路车摩擦不断 恶性竞争由来已久 目前东莞警方开始介入 查处此事 从本周一到明天 这一周的时间是中国公共机构 节能宣传周 主题是珍惜生命之源 人人节水护水 其实进入下一周 也有一天和节能有关 下周四 6月21号夏至 这一天是亚洲西灯日 为了配合 今年的中国节能协会 就发起了一个活动 要通过熄灭亚洲 众多标志性建筑的景观灯 两个小时 而唤起大家节能环保的意识 我们也选择支持一下 但接下来是支持后的困惑 这么多年 支持的不少了 这样的活动举办的不少 但似乎总变成了 有活动的时候 热热闹闹搞仪式 而平日里冷冷清清搞节能 如果这样仪式再多 又有什么用呢 好了 下周的事 咱们下周再聊 新闻周刊 祝您周末愉快 优地atherine 足夷野球 ships conversion เร skil 笔 转鬍 老伟 还是 与